奔驰有个AMG 旗下车型大马力 一人一击 情怀地 微巴轰鸣 寄真理 如今要改四缸机 配个电机 助把力 数据丝毫没差距 只是情怀 无处命 嗨 大家好 我是满嘴炮火车指挥云屏车的 迪斯哥聊心车砍车事 调侃吐槽 迪斯哥 我们闲话不多吹 马上就开怼 开宝马 坐奔驰 这是一句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俗语 其实这句话背后啊 暗含真理 那就是宝马的操控性更好 奔驰乘坐舒适性更高 当然这句话不是用于奔驰的AMG AMG在奔驰的产品序列里代表着性能和情怀 AMG最早是奔驰指定官方改装厂 没听错 最早的AMG其实就是个改装厂 架不住人家 活儿好 所以后来干脆被奔驰收购了 开始专门对奔驰旗下多款车系进行改装 于是乎也就有了鼎鼎大名的奔驰AMG 多数人喜欢AMG应该是因为一人一击的情怀 和令人魂牵梦绕的AMG之术徽章 当然还有大白辆大名机 拿出的唯天灭地的嘶吼声啊 但是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 AMG正在逐步的丢失掉这些情怀和传承 从去年的A35放弃一人一击的传承 很多人都在质疑呀 这样的AMG还能叫AMG吗 就在这样的质疑声还未结束之时 AMG又爆出大雷 宣布旗下C63车型将放弃这台M177AMGV8发动机 将采用耗通地表最强的2.0TM139发动机 这就意味着以后的C63将会放弃V8改用L4 看到这条消息时 迪斯克气得是怒法冲冠 又仔细想了一下 好像跟我等屌丝也没太大关系 哎 顿时释然了 虽然买不起 但是不妨碍迪斯克这颗 闲吃萝卜蛋操心的一贯性格 所以咱们强行分析一波 为了方便老铁们理解 咱们回顾一下现款C63的表现 现款C63S搭载一台带好M177的4.0TV8发动机 最大马力510匹 最大扭矩700牛米 配合一台9AT变速箱 让C63四秒破百 而且现款的AMGC63都采用后轮驱动形式 这样的大排量加后驱的形式 可以更大化提升驾驶乐趣 而未来改款将会用到的这台M139 号称地表最强的2.0T 其最大马力421匹 最大扭矩500牛米 当然 熟悉AMG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台发动机在A45S上一战成名 在它的助力下 A45S在3.9秒内完成了0百加速 号称最强钢炮 顺便也给这台发动机 冠上了地表最强2.0T的名号 虽然号称是地表最强2.0T 但是相比于现款的V8发动机 可产生510的马力和700牛米的扭矩 依旧有着不小的差距 于是乎AMG又为它匹配了一台 强大的48伏电机 2.0T加48伏轻混系统 让全新一代C63拥有了510匹马力 和749牛米的最大扭矩 成功上位 看完了客观数据 我们再来聊下换装四缸后 会带来哪些的连锁变化 对于车辆来说 首先八缸变四缸加电机 肯定会在油耗方面有明显提升 排放环保方面会有着不错的表现 虽然开C63的朋友并不关心这一点 第二就是发动机重量降低了48.5千克 在追求极致轻量化的今天 近乎50千克的减重 对于车身敏捷性和车身控制能力的提升 将极为明显 当然影响不只是正面的 还有负面的 比如八缸换四缸后 首先在动力线性上会有明显的下滑 显然这一点不是一台48伏电机能够弥补的 其次AMG八缸机里 让人欲罢不能地丝毫生 四缸机它肯定也模仿不来 少了声浪的刺激 加速时产生的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注定减霸 还有一点就是换代的AMG车型将搭载全十四驱系统 不再提供纯后驱车型 虽然在驾驶稳定性方面肯定会有提升 但是少了八缸机又没了大后驱支持的C63 剩下的乐趣到底还剩多少 不知道支撑C63持续热销的情怀 它又能剩下多少呢 AMG的消费真的只在乎情怀吗 在奔驰G350出来之前 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但看了G350的受欢迎程度 迪斯克似乎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奔驰在不断看气缸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